现在你可以加入会员 获得更多会员专属的内容 并与我互动 谢谢大家以实际的行动 支持这个频道 2023德国羽球公开赛 将在3月7日开打 这战赛事有5位 值得关注的男单选手 喜欢羽球的辣椒粉们 一起看下去吧 现在的羽球男单赛事 存在着一位制霸一方的王者 安塞隆 谁能打败他 总是球迷瞩目的焦点 首先这两位 李子佳与洛健佑 就是曾经带给龙王极大威胁 也的确击败过他的小鲜肉 但为什么说是曾经呢 因为他们近期的表现 都有点低迷 大马希望李子佳 他今年的三战赛事 最佳成绩只有16强 现在他跟陷入 与前教练的合约纠纷 这会影响他的表现吗 他若挺进首轮 16强的对手 可能会是安东森 谁赢了 都是今年首度进8强 同样力球振作的洛健佑 今年三战赛事的最佳成绩 则是8强止步 这次他若想突破8强 前进4强 最有可能遭遇的对手 是中国名将石宇奇 两人上次的交手 是2022年的澳洲公开赛 由石宇奇胜出 球迷们除了关注 谁能打败安塞隆 也好奇这位 是否能够重返荣耀 他就是陶田贤斗 陶田贤斗这位曾经的王者 现在的世界排名 已经下滑到了第23名 近期他在国际赛事的表现 也几乎都是首轮出局 这次他首轮又将迎战石宇奇 这不禁让许多球迷感叹地表示 陶田贤斗难道又要一轮游了吗 最后是两位备受期待 新一代的屠龙候选人 首先是在印度公开赛 跌破众人眼镜 终止安塞隆决赛14连胜的 Vita桑 Vita桑的惊奇夺冠 除了终止对安塞隆的 对战6连败 也将两人的头对头记录 变成1比6 不过这战龙王没报名 但令人期待的是 Vita桑有机会在8强 对战新星林俊逸 林俊逸被认为是极有可能打败 安塞隆的潜力股 林俊逸在上个月的泰国大事赛 一战成名 击败多位好手夺下冠军 他暴力的杀球 敏捷的速度 以及出色的往前技巧 引起球迷热烈的讨论 他会是下一个林丹吗 他有可能击败安塞隆吗 现在说这些 也许言之过早 先让他会会Vita桑吧 两个人如果能在8强会时 相信比赛会十分有看头 影片最后想问大家两个问题 一 你觉得陶天贤斗怎样算回来了 二 你觉得林俊逸有机会进世界前十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 一起讨论 谢谢你的收看 别忘了加入会员哦 下支影片再见